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一,这些SEO问题,你懂吗?一,不容网站的URL格式不一样,有些网站的URL格式是日期型,如。 二,不可逆的面包屑导航是如何运用的,有什么大的作用?三,你知道大多数人对外恋与内恋有着多大的误解吗?四,你只知道网站尽量少用就是,但你知道哪些地方用Jaze对网站会更好吗? 如果你又不知道的地方,那请不要轻易去说,SEO已死。其实很多人看事情,还是眼光太窄,SEO死不死,并不是说,你几个词优化不上去,或是被百度竞价给占了,你要从整体大趋势来看。 二,饭与饭馆的问题,要想,SEO提升,并不是做几个词的排名而已,而是从大量的常委词来看,可能很多做企业站的人,会觉得我说的是屁话, 我一个企业,占哪来这么多常委词?那我只能说,既然你选择做,SEO,你又觉得企业站,不是合作大量常委,那你为什么,还做企业站? 你到底选择的是,SEO这个职业,还是选择一个企业? 这就好比,你明明喜欢吃沙县的鸡腿饭,你非要跑到兰州拉面去,然后还说人家连鸡腿饭都没有,你到底选择的是饭还是饭馆? 当然,对于小企业来说,SEO确实不好做了,但对于SEO从业者来说,你不能仅仅凭这点,就去说,SEO技术已死。 三,高大上的策略问题。 大家平常说,SEO技术时,说内容,外链会显得,自己很低级,如果想说的,高大上一点,肯定都会提到一个,SEO策略的问题。 很多人可能在乙方,或是企业内工作,平常负责的,就是些企业网站,我本人没从事过乙方。 但乙方给我的感觉就是,一个人分配一二十个,甚至更多网站给你,然后每个网站,需要做什么词,你就去做。 这给我的感觉,就是没什么策略可言,因为你无非就是重复的,去给每个网站做内容,做外链。 即使你在乙方,做企业站,做了五年,我觉得可能还不如,在大站做一年的水平高。 个人捉件,没做个乙方,乙方小伙伴,误喷,想要策略,那就得做大的网站,个人网站,把内容做宽点,也可以讲究策略。 四,最快学习,SEO的方式,至于怎么去搞策略? 我一直认为,分析竞争对手,是最快学习,SEO的方法之一。 大多人分析竞争对手,有个坏毛病,比如分析京东,很多人,喜欢妄下结论,比如有一种人会觉得,京东的, SEO,没什么好的啊,就那个样子,很多基本标签,都没写好,为什么,他们权重这么高? 看来大网站,就是好啊,不怎么做,就能权重这么高,或者,他们有钱,和百度有合作,再或者他们资源多,他们外链一大堆等等,然后就不了了之,不会去在意,这个网站了。 还有一种人,就是觉得京东这么大,二级域名,都好几十个,分析我无从下手啊,不知道分析什么? TDK标签写的,也不咋样,内容也不咋样,不知道该分析什么,然后也不了了之了,这两者都是,非常不好的现象,第一种人,我就不说了,至于第二种人,你要对着一个网站,认真盯着几十小时,我相信你学到的东西,可能比你一年学到的东西都多,不要没去做,就觉得无从下手。 五,SEO分析法宝第一步,其实这些都不是,这些都是基础的细节,这就像画人物素描,画素描不会一上来就画眼睛,然后把眼镜画完了,再画鼻子,画素描也不会,讲究绝对的写实。 画画的同学肯定都知道,第一步得确定好框架,各个器官的位置布局确定好,所以分析竞争对手也一样,你得分析大框架,建议大家用画图的方式,你可以用一些思维导图的软件,如MindManager,也可以用Excel,或者电脑自带的画板等等,反正不管用什么都可以。 首先你得将网站结构的链接方式搞清楚,他们网站内面是怎样的,他们网站群众都是怎么流向的,它这么链接是为了什么,号称结缘。 当然上面所说的都是些基础东西,一篇文章也也只能写一点点基础的内容。 虽然,SEO只是营销的一种方式,想做好一个网站,完全靠SEO是不行的,但没有,SEO也是不行。 说这么多,只想想告诉大家,SEO没有死,不要人云亦云,更不要去瞎想,如果你坚持这么说,那说明你还不了解SEO。